这两个关卡只要有一个关卡 太弱无力或者是变形等等 都会造成整个的奔门口太松 但因为奔门口太松的时候 就容易造成胃的食物往上逆流 胃食道逆流就是胃里面的食物 胃酸或者你喝下去的水 逆流到食道来造成你的症状不舒服 都可以称为胃食道逆流 当你有到很严重的 例如说你逆流的次数一天大于80次以上 或者是你胃酸停留在食道的时间 大于4%以上 这个就是省于有生病的 就叫病态的胃食道逆流 那到底胃食道逆流的症状又是什么呢? 它可以分为典型症状跟非典型症状 典型症状就是你强烈怀疑 跟胃食道逆流有关 包括什么火烧心 胸口会热热的闷闷的不舒服 还有逆流就是你会觉得有东西反除 从胃里面到食道甚至到喉咙来 觉得不舒服 非典型症状呢 它就是会有喉咙卡卡 紧紧不舒服的感觉 或者是有慢性咳嗽 然后第三个甚至会觉得胸口会有点刺痛 全身会觉得紧紧绑绑绑 少见的还有一些会恶名 这个就是所谓的非典型症状 为史拉尼尔的原因 总归来讲就是三种 第一个门太松 第二个压力大 第三个太敏感 门太松只是食道跟胃中间的奔门口太松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食道是一个管状的器官 接到胃下面的胃的地方 这个接口就有个奔门口 绿色的这个关卡 它就是我们的横膈膜 它会有一个夹紧的动作 我们所谓的外扩跃肌 另外一个蓝色的关卡 就是食道跟胃交接的里面的肌肉 我们叫做内的下食道扩跃肌 这两个关卡 只要有一个关卡太弱 无力或者是变形等等 都会造成整个人奔门口太松 但因为奔门口太松的时候 就容易造成胃的食物往上逆流 那第二个压力大 我说的不是精神压力哦 而是你的胃里面的压力膨胀的太大 就算你的奔门口是正常的时候 胃酸也会因为你压力的挤压 往上冲到食道 年轻人最常见就是吃太多 抱一抱死 把胃撑大 或者是年轻人美丽的女孩子 她们通常都穿紧身衣 压的肚子很不舒服 那第三种就是所谓的太敏感 我们说过 其实食道逆流有分 生理性的就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是病态性的 但是当你有一点点的逆流 符合轻微的而已 但是你却感觉到非常的严重 那就是因为你的食道的神经 非常的敏感 这样子的病人还蛮多的哦 检查胃镜都找不出原因来 但是他就是会痛 也因为这样子常常会被认为是这个装病 其实真的医学证据 证实使到就是有这种太敏感的患者 所以这种三大 这个门太松 压力大 太敏感 可以解决我们这个胃食道逆流 这个主要的原因 通常在睡觉很多人的习惯 就会吃宵夜啊 或者是晚上很晚才吃晚餐 然后吃晚就去睡觉 所以食物啊 在胃里面还没有充分的被消化 甚至被排到场子 这个时候如果你躺平睡觉的时候 你的胃里面的压力就会容易大 而且如果你吃得比较油腻的话 你的奔奔也会松掉 引起胃食道逆流 这是第一个最常见的原因 第二个啊 当你左侧躺的时候 左边在下面的时候 也就是你的胃在下面 比较不会往上逆流 但是如果你一翻身 右侧躺 你的胃相对就是在比较高的位置 东西就会流到食道来 甚至到咽喉来 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形啊 我们怎么要预防它呢 第一个 尽量不要吃消炎 那或是说你吃完饭之后 距离睡觉时间大概三到四个小时 是比较安全的 第二个 你可以改变你的睡觉姿势 假设你只是轻微的逆流 你可能在睡觉的时候 先从左侧躺开始 不要尽量避免右侧躺 如果你是严重的逆流 你可能就是把这个枕头啊 稍微垫两个枕头 胃酸就不会流到上面来 其实很多患者 藉由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 它就可以改善很多 甚至很少发生 例如说甜食油炸的东西 少碰 腌啊 能够戒就尽量戒 就是然后吃东西 尽量拌水分离 吃饭的时候不要喝 很多汤汤水水的 减少汽水的使用 都能够让你的胃食药尿尿 不会发生 有些患者啊 他是因为肥胖的问题 造成负压过大 那肥胖的问题 只要你减重 都可以改善胃食药尿尿的症状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 可以改善的 有些患者就是改善不了 因为他的结构改变 假设你的胃门松脂 是永久性的 胃真的变形的 跑从腹腔啊 跑到胸腔了 那因此这样的患者 就可能需要做外科手术 或者是我们的内视镜 微创手术去做介入 把胃门口修补好 把胃、腹胃 从胸腔拉回到腹腔 彻底改善他的症状 甚至你就可以不用吃腰 很多患者说 我看了十几次医生 做了十几次胃镜 但是都跟我讲说没问题 那医生你有什么好方法 可以帮我检查 我是不是真一流 还是假一流 目前健保有给付的是 24小时的酸检劳管检查 他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细细的管子 大概0.2公分的管子 从鼻子细细的管子放进去 放到食道 然后背一个机器 这样的连接管子背一天 你可以回家吃饭睡觉 甚至你可以做一点日常的工作 不过有患者告诉我说 这个管子放在这个里面检查 很难看耶 我又不能上班 吃东西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而且365天 我只有那一天过得特别好 其他时间就很痛苦 那怎么办 所以有第二种检查方式 就是所谓的BRAVO膠囊检测 它是用胃镜的方式 把一颗胶囊放在我们的食道 只要背一个像手机一样的机器 背在身上4天 那个胶囊里面就有所谓的 酸检的监测仪 当你在4天里面有任何胃酸逆流 经过胶囊的时候就被记录起来 藉由这两个酸检逆流的这个方式的检查 用连续监控的方式 可以找出你到底是真逆流 假逆流 第一个 你尽量在吃饭啊 或是 平常在跟人家吃宵夜啊 跟人家应酬的时候 尽量少喝汤汤水水的东西 你可以在不吃饭的时间喝水 但是吃饭的时候 尽量少汤少水 干一点 第一个最重要的 这样就可以少掉很多逆流的情形 第二个 饮食的量 吃东西 千万不要快 不要求快 不要求多 放慢速度之后 你的脑袋它就会反映出来 告诉你说 你现在才会吃饱了 不要再吃了 当你觉得会饱的时候 你就会停下来 好第三个 尽量保持好的身材 所以你不要让自己吃得很胖很胖 这样你连逆流才会少 最后一个 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 跟睡眠的习惯 你的自律神经 就会比较正常 它的肠道蠕动 也会比较正常 就不会积在胃里面 而且 你也比较不会成为 那种太敏感的病人 心情会很快 在这几个 从饮食 运动 睡眠 去做一个调控 你可以大大改善 你胃食杂念的情形 不要太油腻 甜食少碰 汽水的东西尽量好碰 吃东西的时候 汤水少一点 以料为主 都可以改善你吃火锅的时候 产生胃食杂念症症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